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齐心狮子会 为了感谢花莲市清洁队平日的付出 以及农历年前致力环境清洁的辛劳 日前由会长陈玉珠带领慰绕清洁队员 除了加赠加菜金1万元之外 还送了50把的爱心伞 并为队员免费检测血糖 而魏家燕市长且同队长吴庆展以及队员们 向齐心狮子会慰绕表达感激之意义 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齐心狮子会 由会长陈玉珠带领会员 为清洁队员检测血糖 市长魏家燕和清洁队长吴庆展也接受检测 两个人的饭后血糖数据都非常健康 陈玉珠表示 师友们非常感谢清洁队员为维护环境清洁的辛劳 特别前来进行慰问 我们每次看到清洁队员真的都很辛苦 所以我们师职会本来就都有在做社会服务 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队员 都每天这样帮我们倒垃圾清洁维护环境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有这些爱心伞 我们想说也是会有下雨天的时候 就想说增见一些爱心伞 然后过年的时候看他们也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慰问金来慰绕这些清洁队员 今天我们又有准备了我们师姐就准备了要帮大家来测血糖 因为可能他们在工作忙碌之中可能也忘了一些身体的健康部分 我们想说测一下血糖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自己的血糖有没有过高 市长卫家院也感谢来自社团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非常感谢齐心师职会 那我们的陈会长然后带领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 然后来这边做血糖 帮我们清洁队员做血糖的一个检测 那刚刚蔡英也有做检测 那其实血糖都正常 那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今天也陈会长也自证了那个我们清洁队的嘉菜金 跟我们一些爱心伞 真的非常感谢他 那我们知道清洁队的工作最近真的量非常的多 那在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齐心师职会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陈会长跟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 那很谢谢清洁队那么多的爱心伞 那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也祝福我们所有市民然后都能愉快 齐心师职会除了帮队员们量测血糖 也制证嘉菜金1万元还有50把的爱心伞 他也呼吁大家一起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工作 来减轻清洁队员的负担 介络会欢事报道